花莲纸浆厂是花莲地区少数的大型工厂 里头除了纸浆的原物料外 也存放着不少的化学可燃物质 在地震以及墙台之后 为了确保安全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在1号特别前往会刊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一行人 1号上午在第一召集人谢国荣的率队下 协同县府观光处工业管理科及消防单位人员 前往中华纸浆公司花莲厂 进行地震与墙台灾后的安全勘察 除了听取简报说明互相提问 也实地了解极具的运作情形 这是我们地方的产业 然后就这次的零四零三 包括地震跟台风影响到有多大的损失 我们也要来了解 对我们厂里面的花莲县的员工也好 我们的老百姓也好 各方面的健康问题安全问题 我们今天特别来考察 我们这个中华纸浆厂 这一次的考察 把这些设备 还有一些重点都把它了解清楚 那回去以后我们议会也会针对 纸浆厂所提出来的意见 我们来提供协助 让这个地方产业能够再转型成功 然后也可以造就地方的经济 当然今天透过我们建设小组 组成一个专案到这个华子来 做所谓的现场了解 对于这样的一个火灾 或者是化学的这个爆炸的这个部分 他们的准备措施跟流程 还有现况的一些成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一定来了解 中华纸浆厂是华联地区少数的大型工厂 里头除了纸浆的原物料外 也存放着不少化学可燃物质 一行人走访一圈检视消防设备 一切正常 而华职也表示 未来会朝观光工厂的模式转型 开放民众参观 从源头开始认识照之流程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导